呼应 哈啰!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我是Miduke 欢迎来自明欧 我是Miduke 谁有事情 今天是这个讲的东西! 有趣了! 我们先要讲 谁最有钱 但这个谁却不是真正的存在于地球上 它是虚构出来的 我們每個人一生當中都一定至少看過 超過100位的虛擬人物 除非你完全跟這個世界沒有在接軌的 你住在山頂的洞裡面的那一種 要不然喔 只要你有看漫畫 只要你有看電影 只要你有看卡通 只要你有看影集 甚至是八點檔 連續劇 那裡面全部都是滿滿的虛構人物 那我們今天講的就是這個虛構人物的財富排行榜 名單有很多 總共有32位 那墨鏡就盡量長話短說 首先我們講到第32名 他是大亨小傳這部電影裡面的主角 J.Gazby 他的資產金值有10億美金 以現在那非常悲慘的會來看的話 大概是280億台幣 一個月薪3萬塊的上班族 得工作 53萬個月 大概是77777年 工作到下一個恐龍都出來了 可能還沒賺到這樣子 再來第31名 是第一代的黃蜂女 很跳通有沒有 電影直接跳到漫畫裡面了 黃蜂女是漫威這部漫畫裡面的一個角色 那黃蜂女在穿上這個特殊的裝備之後呢 就可以變得非常小隻 跟昆蟲一樣大 但是可以維持他原本有的力量 基本上他的能力就是借重一些特殊裝備 資產金值大概也就是10億美金 再來第30名是二代卓越先生 卓越先生是誰呢 他是DC宇宙裡面第三聰明的天才 跟漫威不一樣啊 那個超級英雄陣營分兩大派 一派是DC陣營的 一派是漫威陣營的 那他沒有超能力 只是他的運動細胞非常強 奧運冠軍級別 而且他還有天才頭腦 不過他具有攝影記憶這個功能 幾乎是過目不忘的那種感覺 那他的資產金值大概10億美金 第29名 麥茲威爾羅德 同樣他是DC陣營的角色 他的超能力就是類似X教授那種心靈能力 可以操控別人的意識 資產金值大概也是10億美金 第28名是拉斯奧古 也稱作忍者大師 是DC陣營裡面的超級反派 被認為是蝙蝠俠的最大的敵人之一 他的超能力就是可以活得非常久 因為活得非常久 所以他累積了非常多的智慧 是天才級的 資產大概也是10億美金 第27名是瑪莉考莉 誰呢 唐盾莊園裡面的一個角色 唐盾莊園是什麼東西 英國的一個影集 由於這個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就只說他的資產有多少就好 11億美金 第26名是富有的前代大叔 誰 這誰 這哪位啊 我跟你說 他是那個赫赫有名的大富翁桌上遊戲 的吉祥人物 那因為他是大富翁這個遊戲的吉祥角色 所以他的錢絕對不能夠少的 大概有12億美金 大概是336億新台幣哦 那你這個炒房地產炒到這麼有錢的混蛋 該死 這傢伙必須死 呵呵 第26名是羅拉卡夫特 他是古墓奇兵這個遊戲 或電影裡面的女主角 古墓奇兵最早是遊戲啦 他的資產金值大概是13億美金 第26名是華爾登史密特 他是男人兩個半裡面的男主角 男人兩個半什麼鬼 那個是美國的情境喜劇哦 他錢有多少呢 13億美金 第26名是伯恩斯先生 他是辛普森家庭的二老闆 是福斯卡通宇宙當中最有錢的角色 估計他的資產金值有15億美金 這個行情已經漲破了400億台幣 來到420億元啦 扯啊這傢伙 賺黑心財啊 我們八蛋這傢伙必須死 第26名是泰溫蘭寧斯特 那是前陣子非常火爆的 《冰與火之歌》裡面的角色 淨資產18億美金 換算成新台幣 已經衝破500億新台幣大關啦 第21名是銀雕 但是聽到沒聽過 他是漫威陣營裡面的超級英雄 非常冷門 冷門的沒有太多資料 但是他的錢呢 到時還能夠知道 大概是21億美金 哎唷 嚇死人哦 已經到588億新台幣了 第20名是克里斯青格雷 聽到格雷 你會不會想到 格雷的50道陰影 你以為他就是 格雷的50道陰影裡面的男主角嗎 我跟你說 錯了 他是 格雷的50道陰影裡面的男主角 他的 近資產 R15億美金 以下那個爛匯率來看的話呢 非常恰好就是 700億新台幣 第16名是白皇后 他是漫威旗下的超級英雄 特殊能力是心靈感應 跟那個S教授有點像啊 還可以進入鑽石心態 資產禁止有多少 30億美金 達到840億新台幣 有夠有夠錢 在第18名是X教授 X教授這個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了 突然是漫威裡面的角色 正派變種人的老大哥 用超級強的心靈能力 不僅可以操控別人 甚至可以直接在別人的大腦當中 直接將別人給斬殺掉 一口氣消滅個幾萬幾億人 可能都不是個問題啊 淨資產出估 35億美金 不多啦 差無一些而已啦 這個數字呢 已經快要達到1000億新台幣了 不過實際上他的資產進額 可能還要再更高 因為他後面有投資很多事業 但是還沒有更多詳細數據可以查到 在第17名是綠惡魔 綠惡魔 他就是漫威裡面的角色 而且真的是超級反拍 能力是啊 喝下撞羊腰之後呢 可以獲得和蜘蛛人不相伯仲的強大戰鬥力 估計他的資產進額大概是 1400億新台幣 啊 第16名是鐵拳俠 他就是漫威陣營裡面的角色 根據能夠看到的資料 他是不是學了很久的氣功 後面用氣功讓自己的拳頭變得很猛 應該是這樣 資產進額大概也就是1400億新台幣 差不多 第15名是天使 這個也很多人陌生啦 他同樣也是漫威旗下的角色 特殊能力啊 擁有治癒以及治療別人的能力 可能因為他跟上帝依靠的比較近 所以他的錢比較多 他的資產進額也差不多是1400億新台幣 第14名是二大藍甲蟲 他是低吸旗下的角色 不過其實他到底是屬於哪個陣營的 根據不同的時期 他有不同的陣營 多次被交易 有點可憐 最初他是由福克斯漫畫所創造的角色 那這角色的生長過程是這樣子 吃了一個維生素X的藥物之後 然後就得到一個超能力 感覺像是吃得壯陽藥一樣 資產進值超水是1400億新台幣 第13名是夜鷹 這是漫威旗下的角色 他的誕生其實是用來致敬 DC陣營的蝙蝠俠所用的 他的超能力就是超有錢 主要是他擁有超強的力量跟耐力 在夜晚可以擁有更強大的再生能力 資產進值也差不多是1400億新台幣 第12名是驚奇先生 這位是漫威宇宙當中 可能是最天才的一位了 常常跨越多重宇宙到處賺錢 不過他常常在賺大錢之後 又花到一大半去發明其他新的東西 雖然他這個錢去的非常快 很快沒有閃大意了 我大意了沒有閃 那如果他這個小心一點 不要太衝動 他可能是最有錢的一個人 畢竟是在多重宇宙賺錢 這錢能少嗎 但可惜他現在的資產大概就是 也只有1400億新台幣左右而已 第11名是納摩 又是一個各位可能不知道的漫威旗下的角色 資料很少要殺到我懶得多查他了 總之他的資產進值大概是1680億新台幣 終於進入前10名了 第10名是誰呢 他是智謀澤 又名法老王 是DC旗下的超級英雄 他擁有什麼能力呢 沒有任何超能力 只有超有錢 不過其實他的武功好像非常高強 可以徒手接觸子彈 而且智商被公認為地球第一位 這應該可以勉強算是他的超能力之一吧 資產進值大概是1960億新台幣 第9名是綠劍俠 是DC旗下的角色 能力就是很會射 拼命射 一直射 亂射一時爽 一直亂射 一直爽 估計他的資產進值大概就是也差不多 快2000億新台幣這樣 不過這邊可以再講一下 他跟那個漫威旗下的鷹眼 很像 就是很愛射的一隻角色 能力就是很會射 射很準 第8名是 小富豪瑞奇裡面的角色 原本是一個漫畫 後面也出了動畫 而且這個有錢到爆的傢伙竟然只有10歲 扯 這10歲的小傢伙 資產說出來 嚇到你何不容嘴 人家是笑到何不容嘴 人家是笑到何不容嘴 他大概有2500億新台幣這麼多 月薪3萬的上班族 得拼死拼活苦幹 833萬個月 大概是70萬年左右的時間 真的感覺過這麼多的時間 恐龍很可能捲土重來 再次撐巴迪秀 第7名是漫威旗下的角色 而且他也是 第4名是 by bwd6